什么是领导能力? 创造绩效的能力就是领导能力 魅力领导不是权威 而是一个无形的感染 无形的带动 大家好,我是Richard 陈宗贤 近十年来 社会整个的情势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公司 会有很大的困扰 过去传统上的领导 都带着一群我们俗称 叫做忠诚度很高 服装性很高的乖乖牌 可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 我们俗称90后的这些新世代 就不再像过去 那么样子的有高配合度 简单地讲 在这个时代的人力素质里头 你会发现到问对答案 比给答案更重要 但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总共有六个章节 在第一章里面 会跟各位来谈领导的定义 这个非常重要 在第二章就要跟各位来谈 什么叫做领导者 第三章会跟各位来谈一下 主管的领导风换 第四章呢 那大家都知道领导了 那如何有效地进行成功的领导 第五章就会跟各位来谈 如何去创造一个领导者的魅力领导 那第六章就会跟各位来谈 教练式领导 总而言之呢 教练式领导最大的好处 就是懂得如何去激励团队 让他们产生自我当者的意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不会像过去的威权领导 那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呢 要如何有效地去运用 教练式领导的方法 结合了我们台湾的特性 再加上台湾的新世代的一个出现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的课程 就为了这一项而设计 将来就会一一地 跟大家做这么一个报告 那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